哈喽大家好 我是Mish 好久没拍影片了 这是我频道的第一支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赶快按下面的订阅哦 好 那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我的第一支影片到底要讲什么呢 因为之前其实一月从台北回来的时候呢 我都还是蛮忙的 所以就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规划 不对 应该说我其实有坐下来规划 但是呢 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很容易被分心 可能坐下来规划完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 哦好 我规划完了 然后就一直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执行 而且我有太多不同的idea了 所以就什么都想拍 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拍 因为最近呢 就是大家知道 Coronavirus 新冠肺炎 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我每天就待在家先些没事做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起床就突然觉得 就真的是突然有一股冲动 很想要拍影片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的最新的境况这样子 那首先呢 我就是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呃 现在美国大概是什么情况 相信大家如果有在追踪美国的疫情的消息的话呢 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多确诊人数的国家了 虽然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知道确诊人数就是因为 有去采检的人非常多 然后他们才有办法说确诊跟不确诊嘛 那我相信很多欧洲那些国家 或是比如说像中国啊 虽然他们的数字比较低 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搞不好其实是他们的检验的系统 没有那么的普及 所以才会确诊人数没有那么高 但这只是我的推断 就是我也不确定 那因为现在的病情就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数字每天 确诊人数每天都在上升 所以呢 美国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住的地方我住在洛杉矶 那在加州呢就已经实施了 有一个叫做shelter in place 那所谓shelter in place呢就是说 所有的non-essential business 不是必须的企业 或是任何的商业 那些店啊什么的 全部都要关起来 所以比如说酒吧啊 夜店啊 尤其是酒吧跟夜店 像这种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然后还有什么学校啊 甚至很多办公室 他们都已经关起来了 然后像餐厅啊 现在已经不能去餐厅吃饭 所有的餐厅都要改成智能 就是外带或是你叫外送 比如说Uber Eats这种 基本上呢 你出门的话 就也是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那政府也规定说 只有必须品 essential business 才能营业 所以比如说超市 邮局 银行 只有这些地方才可以营业 所以呢 你出门就是除了要寄一些信啊 或是要寄钱啊 你才有办法出门 不然你如果在路上就随便乱走的话 是会被警察罚的 他们是真的会开罚单 好那这件事情呢 想当然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本来在这边 我的收入就是靠DJ嘛 DJ的部分 因为都是在酒吧 或是夜店 所以呢 我现在全部的活动都被暂停 或是被取消了 所以呢 就瞬间都没有收入了 然后也不用出门 就每天都待在家 那其实呢 大家就是不用太担心我 虽然美国疫情真的听起来很严重 但是我跟我的室友呢 都没有出门 就是我们除了去超市买东西 叫餐厅的外送去拿外送之外 我们完全就是都没有出门 接下来呢 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哇 我每天在家 一定会觉得我超级无聊 一定闷坏了 我到底都在干嘛呢 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quarantine 就是在隔离的时候 我到底都做了哪些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每天都跟室友一起在家运动 因为其实之前呢 我们大家的做期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很少会一起去运动 但是因为现在连健身房也都关了 所以我完全没有健身房可以去 我室友他有一天在他自己房间运动 他是跟着一个国外的youtuber 然后一个女生很厉害 就是他很常上传他的运动的影片 然后是有计时的那种 你就跟他一起做 然后我就说 那我明天也想跟你一起做 结果没想到呢 其他的室友也都觉得说 诶 那干脆我们大家都一起做好了 所以呢 最近 如果就是有在follow的IG的话 就可以看到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运动 一周七天嘛 我们只休息两天 五天都运动 然后就是分不同的部位 啊 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强度 跟密集的训练腹肌 我现在就是腹肌觉得非常的有力 这样 我们每天大概都会运动个 30到45分钟 一开始做30分钟的影片 就后来发现 诶 好像做完之后 我们几个觉得说 变轻松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开始挑战 就是45分钟的 很累 做完真的很想死 在做的时候也很想死 但是呢 很有成就感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最近每天都有看书的习惯 因为呢 其实我本来就还蛮喜欢看书 而且更爱买书 我每一次走进书点 我很难会空手离开 我一定会买个一两本书才走出书点 我去年的时候买了大概10本吧 还是超过10本书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我一定要每个月看一本 结果勒 当然是有点难达成 最后看了5本 就差不多两个月看一本啦 没有到完全失败 但是我本来是想要每个月看一本 所以我现在家里还有很多书都还没看到 我最近就是慢慢的感进度这样子 我每天都看个可能50到100页 我以前很喜欢看爱情小说之类的 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也不是有点年纪 就是不是那种高中生恋爱时期的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看那些爱情浪漫故事 现在就比较喜欢看一些社会观察 或是跟种族议题有关的 像我之前看了Maya Angelou的 I Know Why The Cage Burst Sing 然后我现在在看的是Richard Wright的Black Boy 那我最近也买了很多不同的主题的书 比较多是在身心灵 就是我们所谓的self-help 就是自我帮助 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些书 有基本比如说 Conquer Your Critical Inner Voice 怎么去战胜你的心魔这样子 因为我这个人是 我很喜欢给自己很多压力 然后我常常会想太多 然后一直告诉自己说 这件事可能会失败啊 我觉得我该做不到啊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啦 之类的 我其实心里常常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本书应该会对我有帮助 那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Atomic Habits 这本书呢非常的畅销 它是在讲说 怎么样培养一个习惯 它破解了很多大家的迷思 或是大家的心理障碍 那我之后把这本书看完的话呢 我也会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之后还没想做一个推荐好书的系列 或是推荐电影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音乐也是 当然是这个频道我还是希望会是DJ 或是以音乐为主 可是我很想要做很多就是关于我生活 或是关于我这个人 我的个性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我什么推荐呢 或是你们想要特别看到什么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那我最近常常做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叫做manifest manifest我不太知道中文要怎么讲耶 它这个概念大概就是跟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如果一直讲某件事一直讲某件事 你如果一直散发positive energy 就很一直散发正面能量给这个宇宙的话呢 那这个宇宙就会还给你一样的能量 就有点像当你真正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呢 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 所以呢你不应该一直想说你做不到什么 而是你能做到什么你拥有什么 你不能一直想说我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我怎么样 不能这样子想 因为你越发出越多的负面能量 那更多的负面能量就会跑来找你 所以呢你越想你没有钱你就越没有钱 你越想你没有能力你可能就越找不到工作 诸如此类的 那manifest有点像是所谓我们说speak it into existence 就是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你要讲出来它很快就会成真 manifestation比较像是一个 实际去实践这个吸引力法则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 然后我就写journal 我就写相对很像日记 我就会写下来说所有我觉得很感激的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家庭 爸妈很支持我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的支持我 我很健康 我有能力去追寻我的梦想 而且我觉得我每天都有在前进之类的这些 就是我就全部都把它写下来 我本性其实是一个悲观者 但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当一个比较正面的人 有时候当我又开始想太多的时候 我真的很容易又掉回那个负面的漩涡 然后就会一直觉得压力好大 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到该怎么办 在我看了一些吸引力法则的影片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让我再一次的提醒我说 吸引力法则是真实的存在的 而且是有方法可以去实践这件事情 然后让更多的正面能量进到你的心里面来 那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呢 大概就是现在我每天都会做 然后我觉得是 就是维持我生活规律很重要的三件事 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我 比较常开始做音乐了 其实我来这边就是要为了要学做音乐 但是开始学之后我发现我比较喜欢放歌 我比较喜欢DJ 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做歌 所以呢我就变得很懒然后很不想去碰 再加上呢我每次做歌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做了 然后又没有做完 然后好像就很废就一直摆在那边 或是我每次都做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不想做了 我就一直这样子的重复的过程 以至于我到最后我就根本就不想开始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重点不是你 你不需要达到完美 你只需要持续就好了 我们都会说熟能生巧嘛 所以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想要一步登天 一开始就想要要求自己一定会达到巧的部分 你要先熟 那要怎么样熟呢 每天持续的练习 我就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都会打开电脑 然后就开始做音乐 然后不要求自己 不给自己太多压力 说一定要做完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有两首歌 已经在跟其他的歌手朋友们 我已经有在跟他们合作了 那希望可能在四月或是五月的时候呢 可以推出新的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第五件事情呢 就是我希望接下来可以有更多的直播 因为现在所有的表演都被取消了嘛 所以呢 我很多的DJ朋友也都开始把他们转移到线上 所以我最近也开始想要再做这些事情 之后可能会开始有更多的直播 在YouTube跟Instagram 还有Twitch上面 对我最近去研究了一下Twitch 因为我不打游戏 所以Twitch对我来说 有点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反正我最近有研究一下 如果大家之后想要看到我的直播 然后想要支持我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Twitch 接下来要讲的第六件事情呢 就是我最近每天都有学习新知识 在我拍影片之前呢 我今天才刚上了三个小时的课 是关于网路行销的 网路社群啦 网路社群行销 所以比如说像是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之类的这种的行销 那因为我以前是念外文系 然后我对这块 就是对行销这块 我觉得好像只是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可是我其实完全不了解 于是呢 我就决定去报名了一门课程 那也是在UCLA Extension的课程 第七件事情呢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 也就是拍影片 当然这只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但是我希望我之后呢 就是我已经有 反正我已经规划好了 就是我早就规划好了 我只是真的需要开始拍 然后需要写稿子 然后把它拍好 剪好上传 接下来呢 我其实也蛮想做 就是关于DJ的历史啊 或是关于DJ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都从哪里找音乐啊 然后我怎么安排我的set啊 我怎么去跟其他DJ交朋友啊 我怎么接到我的一些活动啊 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之后呢 我们应该会再继续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哦 接下来来到第八件事 倒数第 诶 第六七八 五六七八 对没错 接下来的第八件事呢 就是我最近几乎每天 要在Instagram上面po文 因为我想要就是实验看看 每天po文 会有什么结果 那目前好像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效果 没有看到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过呢 就是好玩嘛 反正我就是也没事做 我就每天花个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啊 或是问问大家最近好不好啊 关心大家啊 跟大家聊聊天之类的 如果你还没有去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呢 我就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记得赶快去follow一下哦 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 我又开始教英文了 因为呢最近所有的表演都被取消 我就觉得好穷哦 然后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我的收入呢 我有什么可以贡献给大家 我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还有什么可以教大家的呢 然后就发现 嗯好像还是要回到我的老本行 就是重操就业这样子 于是呢我就又开始教托福 那因为我现在都是在美国 所以我就是在线上远距的教学 教托福对我来说 比较是我熟悉的领域 然后我也蛮得心应手的 总归以上 这些就是我最近都在做的九件事情 那我在这两个礼拜的隔离当中呢 我其实思考了很多 然后我会觉得说 嗯为什么 就讲起来好像有一点丢脸 我觉得我之前没有在隔离的时候 其实也是常常只有晚上有工作 然后白天大部分都是待在家 可是我就觉得说 哎为什么我之前白天都待在家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动力跟生产力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以前白天待在家的时候 好像都会觉得说 反正晚上就要出去放歌 或是我的工作就是放歌啊 所以我好像没有想过 要去开发其他的资源 或是去学习更多新的知识 然后我白天可能就是 哦放放歌啊 听听音乐啊 搜集新的音乐啊 运动等等的 我觉得我应该真的就是本性很懒惰吧 然后再加上又没有人一直逼我 然后催促我 所以我就变得很不自律 反而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对于大家来说 这都是有点像是一个 醍醐灌顶 就有一个wake up call的感觉 我好像被逼急了 然后就开始想说 那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收入啊 或是我在这个混乱的时刻 我要怎么精进我自己 要怎么让我自己成长 要怎么让我自己身心灵都得到平静 就等等等等的事情 就会让我觉得说 好像少了很多分心 因为以前的生活 除了放歌之外 在我不放歌的时候 我也会想说 是不是要出去交新朋友啊 然后也会有很多朋友约我出去 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去 就是去了又很累 可是不去你待在家 然后你一直看你朋友发动态 你又觉得好恨 为什么我没去 导致我非常的分心 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 专心在我真正想要做 或是我真的好像没有很专心的想过 说有什么不同的可能性 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发生 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一个悲剧 然后是很难过的事情 一个很混乱的情况 但是说实在的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也许这个是地球 或是大自然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么多的人类行为 造成地球上这么多的伤害 现在很清楚可见的 大家都呆在家 企业都关闭之后 很多污染都减少了许多 空气品质也变好了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不仅是对于 人类的一个wake up call 对大自然来说也是 我们需要一个暂停 需要一个reset 重新调整 重新定位 我们需要被停止 被打住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说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在人生当中 有什么样的成就 然后你可以贡献什么东西 然后同时间呢 也要想想看 你还有什么 比如说你有健康啊 住在家里不用付房租啊 你可能有很爱你的爸妈 很爱你的朋友 虽然我们现在在一个 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有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 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这边 大概就是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 然后跟大家说 我最近都在干嘛 然后顺便呢 也鼓励大家都 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记得要按赞 分享 跟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